大家我是Paul 周五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这新闻我觉得很好笑 我也觉得这学生很活该 你看这里是中文报道 但我们等一下看到的 就是官方给他的信 所以这一周 中国籍学生 因为网路上不当言论 被哥伦比亚大学取消录取 什么不当言论 我们就直接往下看 OK 不管了 来我们往下看 这边 他有信的这一个截图 但我们不用看那么模糊的字 我们就直接看他下面的 这个写出来的 所以信件内容 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呢 we are writing to follow up on our discussion yesterday and to inform you that the offer of admissions to the chemical engineering master of science program for the fall 2022 term is rescinded effective immediately 据点 第一个句子就这么长 所以我们现在在写这封信 是来告诉你一件事情 所以你知道外国人写信 我们现在就要去进入一个领域 就是你可能大略看得懂这封 目前这个东西 但重点就是你身为一个学生 你可以从里面拿走什么 你可以从里面学到什么 那这个有时候就是同学 比较有盲点的地方 因为你有点 可能抓不到重点 我这里到底可以抓到写什么东西来 好 所以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 外国人在写信的时候 他一开始的开头第一句 很长就会是一个 我们在写这封信是要干嘛 所以他写的就 we are writing to 干嘛干嘛 这很OK OK 那你会说那我也可以这样写吗 不太行 今天是大学来告诉你 我们现在写这封信要跟你说这件事 如果今天是你写一封信给人家 你的开头应该要什么来开 就当做一个开场白呢 先把你的名字跟你的背景说出来 所以你的开头可能最好是 如果今天写给人家信 my name is Paul 信也好 Paul Chi 然后斗点之后就 and I'm writing this letter to 怎么样 下一句就可以接这个下去 OK 所以如果是我来写信的话 我可能会说 我先讲名字 不是I am Paul 不是 my name is Paul OK so 这又变成一个奇怪的这个 好OK my name is Paul Chi and I am writing this letter to 干嘛 就讲出来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那种西方书信的开门见山法 你在第一段里面就一定要表达你的来意是什么 所以写封信是要干嘛的 所以你看哥伦比亚的信 第一句就已经把他的整个信的重点讲完了 也就是我们要收回 我们要撤销offer你的入学许可 第一句话就把它讲完 所以这就是西方书信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你在第一句话就要把它讲完 而你的理由呢 等一下再说 所以我们那种中文的那种书信写法 你先铺陈一下 你知道我最近感觉怎样 然后有些什么事发生 又有些什么事发生 然后导致我 最后我才告诉你 我想跟你分手了 所以分手到最后 No 所以西方的书信 先把分手讲在前面 然后后面才慢慢把内容补上 这就是英文的逻辑 所以理解就好 所以我们写这封信是要来 follow up on something这个片语 我这边有稍微写一下 就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前面跟他讨论过什么东西 然后今天我来做一个后续的补充动作 或者把我们那个题目话题继续延续下去 这个就叫做follow up 然后会接一个on on之后才把那个东西继续下去 就把那个名词填出来 所以他这用的很正确 to follow up on our discussion yesterday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 就是他跟这个学生昨天已经沟通过了 ok 所以他可能已经先跟他通过一个电话 之类的 然后先了解一下 你为什么那么做 什么这些的 然后你说完了之后 他们就好 让我考虑一下 来隔一天跟你说 收回我的入学许可 ok 所以他的follow up 结论就是不收你了 ok 所以follow up on our discussion yesterday and to inform you 所以我们现在来 除了follow up之外 我现在就要告知你 所以inform这个动词 我们等一下后面有补充 你先理解为告知就好了 所以我们来告知你 然后用that接下去 也就是告知的内容 the offer 然后 is rescinded 所以他其实是主持动词在这里 什么offer 他需要把他的内容完全讲完才行 他不能说省到后面再把内容补齐 他必须要就是你今年2022年的秋天的入学许可 以及进什么program 进什么科系 这边就一句讲完 所以the offer of admission 所以就是入学许可 入到哪里去 to the chemical engineering master of science program 所以入到哪里去的介系词就是to 所以你进了台大 I got admitted to台大 进到哪里去的介系词to 不是by 是to 所以这边这个be admitted to 这里也稍微写了一下下 后面要加一句名词 或者动名词也可以 好可以 所以the offer of admission to这个program the chemical engineering 化工的硕士版 master of science program master of science就是科学的硕士这样子 for什么时间呢 for the fall 2022 term to term是学期 所以2020年的秋天学期 所以这个东西 is rescinded rescind就是撤回的撤销了 那逗点之后 effective immediately 也就是马上生效 所以这个effective immediately 其实不见得一定接句尾 你也可以effective immediately 逗点后接你的句子 这也是OK的 但我必须说这个很官方 你绝对不会在跟人家的书信中 讲说什么什么东西 effective immediately 怎样 那听起来很奇怪 但是官方的英文这很可以 所以即刻生效 对你这个rescind 我们就拿这个即刻生效 然后下一句就是解释了 the behavior which you admitted to engaging in 然后逗点之后 making multiple threats of violence on WeChat in response to the recent tragedy that occurred in NYC is inconsistent with university policies and our expectations our expectations for our students and cannot be tolerated 据点结束 这句这么长 主词是什么 the behavior OK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大串的 behavior的补充资讯 动词就是 is 所以你看看长句子真的很重要 OK is这样 and cannot be tolerated 所以and之后 又有一个动词 所以你的behavior是怎样 以及不能被怎样 这句话的重点就在于这里了 主词动词and的动词 中间都是补充的资讯 所以这个behavior 什么behavior呢 就是你所承认有进行的behavior 我们刚刚看到admission admit it 是入学许可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admit这个字 admission这个字 还有承认的意思 所以这里他又用了一次admit it 所以这个你所承认的行为 而且admit后面还是接to 所以承认后面还是接to 还记得to后面要接什么吗 刚才说过 要接名词或动名词 对不对 所以这里用的又是正确的英文 engaging in 所以这里并不是一个不定词 学长对你来说 这是有帮助的 如果你是托福亚瑟的同学的话 这可能对你有点帮助 就当你在看长句子的时候 你怎么去解析它 so 你所承认的行为 so the behavior which you admitted to engaging in ok so you engage in the behavior 你进行那个行为 所以engage的接习词是in 这里也补充一下下好了 ok 所以engage要接的是in ok 好 所以你所进行 你所承认的要进行的行为 是什么呢 所以斗点后 所以 excuse me 所以斗点后 补述它 然后补述完之后 又有一个斗点 我们称这个叫做 斗点斗点包起来的句子 托福克雅斯克 一天之后再讲这个 斗点斗点包起来的句子 这就是补充资讯 然后它跟这个句子本身的结构 完全屁关系都没有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说behavior是主词 动词是is对不对 所以没错 你看斗点斗点包起来 是不是真的没关系呢 的确 那你如果爽的话 你也可以在斗点后补上去 which is 关带跟逼动词的神调 所以你所承认的这个行为 而这个行为也就是 做了很多不同的 发出很多的暴力的威胁 so making which is making multiple threats of violence 所以他在weecher上说了一大堆 我记得哥伦比亚大学了 我要拿枪扫射里面的学生 怎么能开这种玩笑 各位这位兄弟 你白痴 好 所以他想要进行的behavior 就是making multiple threats of violence on weechat 所以在这个微信上 OK 威胁 那他所做的这些威胁的 暴力的威胁 就是在回应着这件事 所以他应该就跟朋友聊 聊这个纽约NYC 所以应该是纽约大学 好 OK 还是不是 不管了 所以在NYC NYC最近所发生的 这个很糟糕的 这个遗憾的悲惨事件 他讲到NYC有人shoot 来我进哥伦比亚大学换过我的 他应该是讲这样的内容 就白痴 所以这个东西 跟我们大学的政策 是非常的不一致的 废话 对不对 so something is inconsistent with something else 这也算是一个 inconsistent的用法 那你说如果一致 能不能换consistent 当然可以 所以consistent inconsistent 这两个就随你用 所以X跟Y 有一致 跟没有一致 行动词随你用 好 OK 所以这个东西 跟我们大学的policy 走不在一起 以及 对不起 应该说是 除了大学的policy之外 也跟我们对学生的期待 是走不在一起的 这很废话 所以这里的end 接的是这两件事 university policy end our expectations for our students 所以这里的end 接这两个 而这里的end 你看这两个end 接这么近对不对 可是人家才没有犯文法错呢 刚刚这个end 是他们所说的 inconsistent的两件事 而这里这个end 则是我们刚刚说的 be动词 以及后面这个 不能被容忍的动词 两个正好也都是be动词 只是一个是肯定 一个是否定的 所以你的行为 跟我们所期待的不一致 跟大学的规则不一致 以及它不能够被容忍 so cannot be tolerated 好这句话讲很长 但是ok的 那下句话说的是 我们会把这样的事情 严重的看待 so we take these matters extremely seriously so take something seriously 就对这件事情 是很严正看待的 因此呢 也就是根据这样的严重看待 so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rescind your offer of admission 所以我们没有选择 只好把你的入学许可撤回了 so have no choice but to do something 这个也是英文中 很常听到的一个片语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let you go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kill you I don't know whatever 所以没选择 只好干什么事 这样可以理解 好所以下面说的 其实也就 在蛮废话 我觉得你应该都看懂 所以下面说的是 因为这个决定的结果 so as a result of this decision you are not permitted to enroll at Columbia University's Food Foundation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Applying Science 这边好像说他们这个科系 好像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幸福 还是幸福的一个人捐的 你知道 你只要捐的钱 那个地方就可以变成你的姓 这你应该是了解的 这我也有注意到 就很多大学里面的 这些系所的名字 都有变成华人的名字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与有容颜的 我们华人捐的钱到什么地方 然后那个地方就变成他的姓了 像我所读的大学Ryerson 他的夜间部 我记得就变成了张这个姓 CHANG Chains Continuing Education 什么什么这些的 所以我觉得蛮不错的 所以他说 你的这个tuition的这个deposit 所以他会还给他 所以4000块钱 还真蛮贵的 好了 所以看到这里大家OK了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部分 就要包括 我还没讲 对不起 所以还不OK 所以我们说的这边这个东西就是 这几个词的用法 OK Inform 我们刚刚说 我们要告知你 对不对 好 Inform的用法 其实比较常看到的 可能是x informs y 用的是of这个介绍词 当然我们刚看到的不是这样 这边用的刚用的是 x informs 我们都用第三个单数好了 加y之后加that字句 这也是非常OK 所以你有时候你可以用that字句 你也可以用of再加一个名词而已 两个都还算蛮常看到的 那这个好理解 也就是你告诉yz这一件事 OK 那至于我这边写一大堆其他在干嘛呢 好这重点就来了 刚刚这个好理解 我们就知道y是我们的承受的人 I inform you of something 对不对 所以y是人 那z才是事情 那我们要说的是 这几个动词的用法也一样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来举一个rob这个动词 叫抢劫 这个跟我们 其实我记得我好像讲过这个 只是在某 忘记在某一集 所以如果你看过的话 你应该要记得 如果不记得 那就复习一次 没有关系 我不怪你不记得 因为反正很多东西 我们都是要重复重复的 refresh our memory 才能够好内化它的 这就是我常强调的 continued and repeated exposure 才是学好英文的重点 好所以 回来讲这里 rob要抢劫 我们的直觉 如果说今天一个年轻人 抢老太太的钱包的话 你可能会想说 一个年轻人 a young man robs the purse from an old lady 抢了这个钱包 从一个老太太身上抢来 你会觉得这个很直观 这是跟我们所熟悉的英文是相符的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句子这样可以 你甚至会觉得 你说老太太那边 把她钱包拿过来 你换成take 好像也很可以 so a young man takes the purse from an old lady 如果今天是个考题的话 takes跟robs只有一个对 对不起 只有take对 因为take才是符合我们刚刚讲的 符合我们对英文的直观 跟我们所训练来的这种直觉 so take something from somebody 这当然很OK 可是rob呢 对不起不是这样用 为什么 你还记得刚刚的inform吗 inform的受词是什么 我们再一次 you inform somebody of something 对不对 所以rob的受词也是somebody 抢走的东西才是of那个东西 所以这个句子 你得把它写成 a young man robs an old lady 抢劫抢了个老太太 抢了什么 of her purse 这才是正确的英文 有没有觉得 这个跟你所会的英文的逻辑 有点冲突 这是你这样的感觉是正常的 可是我必须说 这个动词真的是这样用 再换一个 deprive也是一样 rob要加个s 对不起 我们再练习一个就好了 我们觉得这个 今天可能讲有点长 我们像read的话 我们有机会再讲 OK好 所以deprive叫做剥夺 监狱剥夺了犯人们的自由 如果你有办法举一反三 not good for you 我可以让你想一下 这个句子怎么写 监狱叫做prisons 对不对 动词当然就是deprived 这里就不用加s 因为prison用的是附属 下一个字 是犯人还是自由呢 对不起 喉咙有点沙哑 所以你会举一反三的话 你就应该要知道 下一个字 受辞应该是人 so prisons deprive prisoners of their freedom 这个句子这样 才是正确的 好 那以及这些句子 都可以再改变成被动的 那这个被动呢 你就你要去思考 那应该是自由 还是人犯当主持呢 好 是动词的授词变主持 所以这边是 prisoners are deprived of their freedom by prisons by prisons 大家都不用写了 OK 这也是一样 老太太被抢 对不对 不是钱包被抢 so an old lady is robbed of her purse by a young man 大概就不是重点了 这样听懂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 算是蛮不错的一个补充 希望对你来说 是稳固之心 如果不是你第一次听到的话 那也恭喜你 得到一个这个 学到一个英文的动词的一种 特殊的形态 特殊的用法 跟我们所直观的直觉的 take这个动词的用法 是不太一样 它的授词是不同的 好 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把 remind也补充一下 跟read补充一下下 没事的 我们很有机会把这个东西 把它讲清楚 因为read这个动词 跟remind这个动词 也蛮常遇到的 说实在的 好 我们讲到这里 大概OK了 这一集这样也很够了 所以这个哥伦比亚的学生 应该说他不是哥伦比亚的学生 这位中国学生傻傻的 我有点觉得你活该 你干嘛这样子 好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